迎接新生儿的喜悦 对新手爸妈来说 可是甜蜜的负担了 为了让小孩在满周岁的时候 留下一些纪念 双胞胎协会22日将在 卢州礼宅举办抓州活动 爸爸妈妈可以带着 自己的宝贝们出外踏青 也与其他家庭交流 育儿经验 小男孩瞪着圆滚滚的大眼睛 亲密的在妈妈身上撒娇 眼前的这位妈妈可是拥有 七个宝贝的七宝妈 店内的墙面上贴满 全家人幸福的生活罩 用餐时间一家人围成一桌 弟弟抱着双胞胎妹妹细心照顾 这样的画面实在好窝心 一家人排排站这样的大阵仗 七宝妈夫妻俩一间扛起 照顾七个小孩的生活起居 确实不容易 回忆起来还一度红了眼眶 生他们的时候并没有人交 你说你刚刚生了 双胞胎那怎么带养他们 那我们是手忙脚乱 那同时在经济上复合又非常轻重 台北市双胞胎协会为双多胞胎家庭提供一个教养的交流平台 新手爸妈们可以在社群上讨论 协会也关注双胞胎家庭需要的喘息服务及育儿津贴补助等政策 让新手爸妈们知道有更多资源可以善加利用 预约的路上并不孤单 协会将在4月22号举办抓周活动 爸爸妈妈们可以带小朋友到鲁州里宅办日游放松心情 虽然谷底认为抓周可以预测宝宝的未来 不过在父母心中只要孩子开心就好 抓什么不重要 台北市双胞胎协会也希望借由抓周活动 分享多产家庭的喜悦和热闹 鼓励大家生产报国 提高台湾低迷不振的生育率 记者洪怡婷新北采访报道